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蚊子在一瞬间全部消失 地球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并不严重 毕竟没有蚊子的世界 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事实却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 所谓存在即合理 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 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态环境起着一定的作用 早在一亿多年前 蚊子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 它们与数千个物种一起进化 冥冥之中掌控着大多数陆地生物的命运 蚊子消失不仅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反而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期视频 黑土就带给我领导一起了解一下 蚊子消失地球会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 你知道吗 蚊子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生物 实际是地球上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 虽然狮子老虎 鳄鱼 以及毒蛇这些动物看上去更加恐怖 但他们每年杀害的人类数量 还不及蚊子的十分之一 据英国的《自然》杂志描述 在过去的五万多年时间里 全世界有接近一半的人口 是死于蚊子传播的疾病 瘧疾 除此之外 蚊子还是塞卡病毒 悉尼罗河病毒 以及登格尔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蚊子身上所携带的病毒数量 高达八十多种 细菌更是高达上百种 它的每一次叮咬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 将病毒以及寄生虫带入我们的体内 直到今天在非洲大陆 每年仍有多达六十多万人 感染疟疾死亡 这相当于每一分钟 就会有一个人被蚊子杀死 那么蚊子既然这么可怕 人类为什么不把它们灭了呢 这就要说到蚊子的种类了 你知道吗 在全世界大约有三千五百多种蚊子 其中只有一百多种 会吸食人类的血液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叮咬人类 只有雌性蚊子在产卵之前 才会吸食血液 因为它必须依靠血液 才能促进卵巢的发育 所以叮咬你的每一只蚊子 都是花枝招者的母蚊子 而雄性蚊子则与蜜蜂一样 主要以花蜜 蜜露和植物的枝叶为食 并不会吸食血液 如果世界上的蚊子全部消失 最开始我们并不会感觉到 有任何异常 反而对于人类来说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夏天出去烧烤 再也不怕蚊子的叮咬了 晚上睡觉时 也可以大胆地打开窗户 去森林里游玩 也可以随意地穿 自己喜欢的短裤以及短袖了 更重要的是 没有蚊子传播疾病 在全世界 每年将会有70多万人避免死亡 因为再也不怕被虐极 夺去生命了 一个没有蚊子的世界 看上去可能会非常美好 但是如果蚊子真的全部消失 事实可能会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 蝴蝶效应相信很多人都了解 蚊子消失后 与蚊子有牵连的一切动植物 都将会受到影响 地区上没有了蚊子 首先依靠蚊子为食的动物 比如蜻蜓 蜚虎 蝙蝠 青蛙这类生物 就会失去主要食物来源 这些小型动物如果受到影响 那么与之有牵连的一整条食物链 可能都会受到波及 除此之外 没有了蚊子传播病毒 很多食草动物以及牲畜 生病和死亡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 它们的数量也会因此大幅增加 这个听上去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不要忽略了 食草动物在野外一旦泛滥 便会大量啃咬植被以及植物的根筋 当越来越多的食草动物出现时 就会面临食物缺乏的现象发生 所以蚊子身上所携带的病毒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避免某些动物种群过度繁殖 包括人类在内 如果没有蚊子 这种自然的控制机制将会不复存在 单靠狮子老虎这类食草动物的捕杀 是远远达不到控制种群数量的 再来就是蚊子消失 对水质也会有所影响 我们都知道 蚊子通常会把自己的幼虫 产到一些看上去很脏的水中 这些幼虫在发育阶段 主要靠吃水里的脏东西生长 这些所谓的脏东西 其实就是水里的有机物 比如各种碎屑 细菌 以及其他的一些微生物 蚊子幼虫 在这个过程 可以清除水中的一些有机废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 维持了水体的健康和生态平衡 再来就是上面我们提到过 吸血的蚊子都是雌性 雄性蚊子是不吸血的 它们的另一个作用 就是为植物受粉 传授花粉这项工作 并不只是蜜蜂的专项 蚊子也是其中一员 有些植物 必须依靠蚊子受粉才能结果 如果蚊子消失 与其相关的植物 也会面临威胁 比如我们常见的巧克力 巧克力的原材料是可可豆 而可可树 每年必须依靠一种 特殊的蚊子传授花粉 才能长出果实 如果蚊子全部消失 巧克力可能也会随之消失 总的来说 蚊子消失对人类极有好处 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毕竟人家已经在地球上 生存了上亿年 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 想要将地球上 所有的蚊子全部消灭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全世界的蚊子数量 多达几十万亿 甚至更多 并且它们的分布范围广泛 想要一直一直消灭它们 几乎很难实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